留在現場來看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熱選票 特別來到我們中華 參加台灣姿妹會華東 唱功夫人的選票 現場是來組織到2500名的支持者 希望大家可以帶回來收聽熱選票 讓民調第一 以及我們中華館開出最高票 要聽太太的 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就回家跟自己的爸媽說 這一票要聽女兒 中華信台台灣姿妹會總會長 用這三句話給她姿妹來收聽 競調大選第四部選總統好選人當中 最大的信台 最讓人安心的總統好選人 賴清德他是一個 非常的善良正直 有魄力 有能力 而且對於改革黑津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是我們目前總統候選人當中 最值得信賴 最讓人安心的總統 所以我們今天呢 姐妹全部站出來 希望我們能夠全力力挺 賴清德 擔任我們中華民國第16任的總統 副總統大選人也說 中華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按照親友跟王金主 等維政管長到三位 憲定立委 可以看出中華的路線 在政治上的講述跟副出 實在是他們的實力跟他們的表現 沈沈立了 中華館的福樂館的福樂館 是大的志祺 所以我 我佈金想要問 要請教各位中華館的福樂館 你們是不是有偏心比較痛十五個子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希望啦 希望我們中華館 我們新來台灣 集美會 所有的集美 我們大家共同拍照 我們願意做出更好的行動 大選擇共調 建立性別兵典 讓每一位路線都可以自由有尊嚴 對救自己的網上 結合所有集美在中 保護人健康國家各家共 世界看電台灣 大選新聞 正像中華 蔡龍佛登